Pokemox 我們還有第三張卡片要介紹 第三張就是小白 小白我覺得對大家來說是比較 平易近遠一點 因為他的年費只要8500元 我看一下 這邊年費8500元 然後送一張主卡 跟四張免費附屬卡 那前兩張是這所謂的金屬卡 但這張卡片呢 這叫小白 他就是塑膠卡 不好意思 因為美國運動沒有那麼有錢 不是每張卡都升級的金屬 那你辦卡之後 你可以拿到什麼好康呢? 拿到7000元的刷卡金 這7000元的刷卡金有一點tricky 我先跟你分享一下 他分為4000元跟3000元 4000元的部分的話 就是你有進行這個刷卡一次的話 就可以繳交連片就可以拿4000 第二個3000元你要刷多少 你要刷10萬塊錢 他才給你3000 所以你刷10萬塊錢 你可以拿到就是應該是30元 累積一分 除此之外呢 你再多拿7000元的這個刷卡回饋金 所以今天基本上算起來 大概有接近8%到9%的回饋率 所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他的年費比較低 所以他送你的東西也比較 價值比較低一點 如果你自己繳了8500元 他的年費他在送你7000元 其實你的年費就差不多是1500元而已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想要就是 嘗試一下這個美國運動的卡片 使用上的感覺 然後去用一下他的一些 五星級飯店餐廳的優惠 這張卡片反而是可以考慮 你只要就是能刷10萬塊 這張卡片 哪怕得了 辦下去是OK的喔 五星飯店用餐5折起 15件以上的米其林精選餐廳85折 全台精選飯店與熱門餐廳 不限平假日 都直接85折 這是他的亮點 再來我看一下喔 五星飯店住宿每晚3300元 豪華度假酒店買一碗收一碗 這也都是有這個所謂的旅遊需求 或者是你要跟老婆跟先生度蜜月 然後要出國去玩的時候 其實這也會用得上還不錯 刷卡氣氛可以兌換六大航空公司的獎勵 比如說長榮華航快航亞萬新航馬航都有 所以這部分其實我覺得跟一般里程卡是差不多的 那他再來的話他的累積比例是怎麼樣 你可以看一下喔 30元一領 30元累積一分 然後你年費產生前的12個月消費一下達門檻 就可以再拿到額外的回饋 比如說你刷30萬他就送你6000分 你刷50萬他就送你5萬分 所以通常當年費出張的時候 你都應該要怎麼做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電話舉行 其他會員旅遊部 就跟他問說 我這次有年費出張了 是否有可能可以有不同的offer 那他會根據你前一年度的刷卡消費 提出不同的offer給你 如果你刷的越多 他給你的獎金就越好 這就是美國運通他們不能告知 不能跟人家講的秘密 所以這張卡片 美國運通信用卡是很適合 你自己刷的多的人來使用 你刷的越多 你可以拿到回饋就越多 所以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我也可以跟你分享 雖然說我沒有辦小白 但是我身邊也有朋友有辦 曾經 這個就是他早期年費還在8000元的時候 我的瑜伽老師朋友 那個Jerry 他就有辦了 那當初他的那個新戶手上有兩個 一個是亞洲萬里通兩萬里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這個 所謂的百貨公司禮券8000元 其實都比現在還要再好一點點 所以他那時候選的是亞洲萬里通 因為我們都知道 其實你如果換亞洲萬里通的禮償 你可以再拿來去開機票 開立機票出去玩 其實是很划算 小資打不起 你不要這樣子講 你以後就會變成中資跟大資 好不好 各位都是小財神 都開始賺錢了 林佳恩說小白 蘇格爾說小白比較親民 沒有錯 年費便宜不少 大家還是要去改變一個觀念 就是說 羊毛出在養生下 所以我們還是必須要讓銀行有賺錢 他才有辦法回饋給我們 那接下來就是看你自己的消費力度 是否能夠就是拿到更多好看 這才是重點 三學一禮其實就是不怎麼樣 就是這樣子 希望有機會就是普及的頂級卡 這個是應該說是非常矛盾的說法 因為普及的話 他就不應該會是頂級卡 因為如果是頂級卡的話 他的權益就是非常的昂貴跟不一樣 所以一般的話我覺得如果是銀行 他也不會推這個所謂的普及頂級卡 如果是普及頂級卡的話 你就拿中興來配卡就好 你看中興來配卡推出兩年 他現在也不是廢的跟什麼不一樣